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前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鹤鹿同春 一顺百顺 刚才看到各位艺术这样的表演 很嫉妒 看来咱们评书厚继有人 安山的评书之乡才立得起来 所以感谢各位领导的支持 感慨的八姑多说 重在表演一个小节目 八十一了 力气不足 可能气力不足 说话不轻 愿您多多的原谅 汉朝末年 朝纲大乱 奸臣董贼 董卓呀 乘世进京 掌握了大权 这董卓呀 土匪一样 和藏兵手下大兵二十万 还有逆子然而吕布给他当帮凶 谁也惹不起 把老百姓给恨了 恨了一日把他给铲除 十八国的蒙果 十八路诸侯 秘密连军 煞雪威猛 结成了连军 出动大兵六十万 要逃董卓 这一天人马过了四水关 东平关 又来到了五劳关 到了五劳关 你看 五劳关上 也不是吃醋的 现在呢 董卓和吕布 冯定在关上 叶兵五万严阵一代 双方是一触即发 单说这一天 这些诸侯们 十八路诸侯 吃而走饭 陈兵在交案 一次拍开 非常威武 都提着兵刃 仔细看 讨认官在这骂人 讨认官的声音大 哎 胡劳关的听着 吕布 赶紧快送死 董卓快出来 叫不出来 不睁眼的小号子 都被你们摔死了 出来 吕布 闫环未尽 就听见三声炮响 咚咚咚 大官开门 门声响后 一铁骑三千主动 三千铁骑 盐车拍开 门前又两板大旗 这两板大旗 左边写着奔头 右边写着 斗大一根驴字 再看正中央这个人 二话没说 出阵之后 现在战场上 断三圈 干嘛要试试飞 很 而后回归在门棋之下 平起观看 十八路诸侯仔细观想 这小伙子真帅 谁呀 那还不问 人中的铝布 马中的赤柱 那都出了名了 一看旅屋 仗的真好 小伙儿 九尺挂领的身材 平头正眼 五官端正 牙排碎域 齿白出的工 仗的那叫一个漂亮 而且穿上打扮的 与众不同 众人仔细观角 再看旅屋 施子亏 张口春天 朱雀派 朱雀派 浮替遮掩 素罗宝 藏龙细水 八宝袋 富贵长远 胸前挂 护心宝尽 泪下全 欲罢如全 梅真念碧牌 龙雀远 西流公事 半边月半 护心宝尽 藏龙细 神鬼叛 跨下 周海登山 唐真好像 哪吒三太子 翻身跳下 九重天 沉角 与伍 与伍这个出人 就气怀赃 藏飞 藏飞高声赫涵 呂布 修得刹着 三姓的家努 我来盗你 催大黑马上 投一个是藏飞 亭里 来战旅故 双方这一阵是50个会合没份输赢 因为什么旅故能耐 本领高潮 张飞不是人家的对手 正在这时候 二爷受不了人 关军堂 我残为单赠眼 一看兄弟要吃亏 赶紧拍马骨刀 七十八区青龙燕那刀 飞刀来到两军阵前去 来战旅故 哥俩合起手来战旅故 两个人也不是对手 打了几十个会合 难以取上后边的刘备正的困阵 刘备正那哥俩都上手了 我不能不上手 你得看刘备能得不他 那宝剑磨得还挺坏 第五阵一看 刀声喊贺 兄弟们 不必召集 哥哥道聊 吹发就上来 哥俩杀的是 三个人三精占领部 杀的是难解难分 吕木虽然勇 但是一个人不是杀人的对手 泪得笔花瓶脚热汗之潮 吕木心中暗想坏了 今天莫非到我的末日不可 三兄弟下个决心 今天一定要铲除吕布 贺heen 赞美 黑 判 beginnen 远